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爸爸 我总算来了 我们赶紧去学校参观吧 什么学校啊 参观什么呀 我跟爸爸说句话啊 好 你可真行 你让球球把我忽悠过来 什么叫忽悠啊 我都跟你说了 这是学校的开放日 需要父母都在场 来都来 来看一眼去 你就是把你的想法 强加在我怕的脑子上了 我不会进去的 并没有 不是你自己问他 球球 嗯 把我问你 你真的喜欢这个学校吗 嗯 我最好的朋友 明明姐姐也在这里 她说这里上课就像玩一样 是吗 爸爸 你就陪我一起进去吧 行 走 你们现在又给孩子 安排什么样的课程吗 课程 她现在这个年纪不就是玩吗 她喜欢运动 跳舞 嗯 嗯 我们给她报了那个舞蹈班 算吗 算 对 她就是太弹玩了 所以我希望可以提高她的专注度 嗯 我希望可以让她上一些像围棋呀 绘画呀 还有乐器 嗯 之后看她对什么有兴趣 再去培养 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地好 那我们学校呢 平时也有很多的课外活动 所以未来就需要两位家长 在财力和经历方面 有更多的投入 你们是否支持呢 嗯 没问题 那我们学校呢 从小学开始就是寄宿学校 课程呢采用的都是全英文的授课方式 我看两位也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 走 我打断一下 嗯 寄宿学校 你们这样是寄宿学校 是啊 您爱人没跟您说吗 你出来一下 我跟你说两句话 老师不好意思啊 你还要向民谱 你还用了 你 我去的 你找个孩子 你 закры了 有闻 我去小学校 你去小学校 我怎么把孩子 你去小学校 你知道就不是 教育 快了 我会被担心 你听到我 那行 穆穆 固然重要 但是你知道 就以球球现在这个年纪 优质的教育资源 更加重要啊 我现在有点怀疑啊 你想把它放在寄宿学校 就是为了方便你创业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球虾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呀 我不想跟你解释什么 我只想告诉你 我这么做 丝毫没有为了我自己着想 我都是为了球球的未来负责 我们带他多出去玩玩 不好嘛 咱们一家三口 他高兴 咱们也高兴 咱们小时候没有机会这么玩 难道我们不想天天玩吗 现在跟咱们小时候 它不是一个环境 你看现在哪个孩子 不去上那些兴趣班 培训班啊 你要是不让孩子早些 接触这些东西 他将来他就是说在 起跑线上的 我现在觉得 你有点不可理议 我觉得你才不可理议呢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不想听你说 但是我告诉你球虾 不管你怎么想的 我就想要球虾 上这个学校 木槿 我刚才想要 球虾 tapa 妈妈 你们别打架了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乖 以后你们人让我去哪儿上学 我就去哪儿 没有 球球 爸爸妈妈没打架 对对对 都是爸爸的错啊 爸爸太激动了 对不起 对不起 你身心有点大了 是是是 球球没有 爸爸妈妈就是在 商量一些事 想想吃杂猪牌啊 帮你去吃好不好 你看小老哭发了 就不好看喽 管他都哭了 行 你不还约了那个老张吗 然后你就去吧 别让人等 好 好了 我们去吃杂猪牌啦 行 再见啊 行 来 跟爸爸再见 拜拜 球球 爸爸 慢点啊 你回来吃饭 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说了好跟你留菜呀 你做那菜呀 吃来吃去就那几样 你没做腻我都吃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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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的花园变绿了 好嘚 绿呀 绿呀绿啊 这个绿呀 这个绿呀 一个人吃饭跟八个人吃似的 弄得满啄子都是 爸 一姐 下班了吗 就几点了 早下班了 你是坐公交车呀 还是坐地铁呀 坐公交呀 上海公交车挤吧 路上别着凉啊 这都春天了 挺暖和的暖 爸 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事 就是关心关心你 我挺好的 一姐 你也快三十了 都说三十而立 所以说 你不和我们住在一起 是不是每个月 也应该给我们交生活费啊 生活 生活费 我知道你工资不高 你这样吧 每月给我一千五 爸 你是股票亏了吗 别别别别别别 没有我的事 一路飙红的 行 我这个月就开始给你打 你车往自己和我妈 好 好 走 这两个局务下周远远远 联系一下中台的车里面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先生经理 我约好了周五和小红的见面 易景啊 来来来 正好有事问你 什么事 来 坐 我听说你要辞职啊 我要辞职 我为什么要辞职 刚才啊 你妈妈打电话到我办公室 说你家好像出了点什么事 要替你辞职 什么情况 我不知道 所以你不想辞职 我不辞职啊 我还这么说要给你打电话呢 我舍下个老脸 托张阿姨给你递个简历 你赶紧哪 给人回复面试啊 你为什么要帮我此事啊 你让我们单位领导怎么看我 只要你能回来上班 怎么看不重要 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 我快三十岁了 我自己刻意做决定了 当初要不是你姥姥拦着 你就去不了外地 你混成这个鬼样子 你要是听我的 就在学校当老师找嫁人了 笑什么呀 妈 我看你眼里就那么失败了 你刚知道了 工作工作不怎么样 能找个对象 找周到那样子的 你自己说说 你都做成什么了 对不起 我是丢人了 我这辈子都没办法 一景还乡了 但是我绝对不会回去的 你一景还乡 这看了吗 看了 美女 这个小区所有的房子都带你看过了 真的没房可看了 都看了 行吧 那谢谢你啊 来 好 姐 你合租的事考虑又怎么样了呀 你合租的事考虑又怎么样了呀 那那我们合租吧 我这儿干嘛 进去啊 我倒是想进去啊 你就不能 把东西搬完了以后再拆吗 不是 我想找一个音箱找不着了 是不是没带呀 是不是在小衣服车里 要我帮忙不 不用不用不用 你看我求求啊 别让东西砸了 求求你别爬了 你快下来 又吹了 放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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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 放这儿 你怎么来了 谢谢 那他搬东西我正好碰见他了 帮他搬两个箱子 这么多东西 爸爸 求求 你怎么来了 那他搬东西我正好碰见他了 你什么 求求昨晚跟我谈了一下 说不想去明明姐姐那个学校了 因为他不想看到爸爸妈妈吵架 所以我想还是去公立学校吧 替你们俩的 行 喂 先播 易静姐 你最近有跟猪哥联系过吗 没有 我们俩分手了 我 我知道 但是 就是猪哥最近被裁员了 他医生不想搞新的数据算法 和上次有些不对付 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找的 可就是联系不上的人 所以 所以才给你打电话 我知道了 老板 来两份 全家伙 来一份 来一份 爸爸 我饿了 想吃披萨 行 没问题 你还想吃什么 冰激凌 冰激凌 我就知道你要吃冰激凌 接个电话 喂 我今天下午的课 临时取消了 要一起看电影吗 现在吗 我现在手头身上有点事情 你的手不是还收拾伤了吗 你再好好休息休息 我 我 我就这两个箱子放你车里忙 对啊 怎么少东西了吗 你这是 和球球妈妈在一起呢 对 我帮他们那个搬点东西 没事 那你忙吧 那先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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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义峰 我刚刚听你打电话 你知道就上课啊 对 她这两天学校的课特别满 没事找我帮忙的 你去吧 行 那我先走了 秋秋 你一会儿让妈妈给你买披萨吧 好 爸爸还有点事 爸爸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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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 娜娜 慢走啊 好 有什么事 那个给我打电话 没问题 娜娜 琪琪饿了 我带她吃点东西去 那你们去吃 嗯 行 小义 你也要走了 孩子呢 我带她吃点披萨 嗯 给我打报表回来 吃什么那个发群里啊 好 好了 姐姐 拜拜 拜拜 琪琪 拜拜 走吧 嗯 嗯 行 那我先走了啊 嗯 拜拜 琪琪 拜拜 走 拜拜 拜拜 李洁 李洁 嗯 走了吗 走了 你觉不觉得今天 小姨跟小姨夫 有点不太对劲 我有点顺利出去一趟 嗯 我去外面看一眼 西北 你怎么来了啊 你今天不加班啊 我 我不加班 你是不加班啊 还是失业了 你哪知道啊 你不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了 你只想天天在家打游戏 你的朋友都挺担心你的啊 不是 我其实他 周老 我们俩过得普普通通的 就算别人看起来很失败 只要我们俩在一起 开开心心的就行 我们怎么把日子过程 现在这样啊 我找工作了 我朋友给我找了 两个内推的职位 下注面试 你说的不光是工作 我们俩认识七年 再席六年 就算现在分开了 就算是 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 跟我说点什么 我说了我 我一直在说 只不过说的都是你 不想听的不爱听的 什么 学校里没有名额了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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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 还是要谢谢您的啊 张姐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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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又不舒服了 没有 这一天干活累的 变天 什么变天呢 腿上天的高有 我都看见了 当年啊 也不是那家医院 给误诊了 你这腿也落不下这个病 我真后悔上那家医院 明白 什么命啊 我跟你说啊 不舒服了 有病了 上医院看病 让李承志带你去 没事 好了 你这两天 别下来了 在上面好好歇着 我不下来您吃什么 我现在呀 学会点外卖了 娜娜教我的 她跟我下了地址 告诉我 怎么下单 怎么付款 还挺方便的 娜娜 是个多乖巧 多聪明的孩子 行了 我上楼了啊 快上去吧 你早点睡啊 行 早点睡 早点睡 小姨 我想问下你们最近公司 招人吗 干吗呀 你要来呀 不是我 是抓不到 你们俩不分手了吗 分手了还对人家这事 那么伤心啊 我就帮她问问 你要不招任也没事 我对她现在就是 朋友帮忙 你对她什么感觉我不关心 我又不是你妈 我相信你可以处理好 谢谢小姨 我妈要像你一样强励就好了 你妈也不容易 都是为了你 担心你 你平时啊 多体调体调她啊 那什么 我挂了电话就发给你 原来孟严安的外甥女 就在你们学校呀 你之前都没跟我说过呀 我平时都见不到她几面 不过这个女孩真的很厉害 学机械工程 这么聪明 看来一家子都是高智商 不像我 自知发达 头脑简单 你也挺好的呀 你有你自己的优点 来 谢谢啊 送你一个小礼物 这是什么呀 你打开看看 这也太贵重了 我平时上课就只背这一个包 装练功服和鞋的 别的我也用不上呀 我就是看你平时老背那一个包 背来背去的都快背烂了 所以想给你买一个新的 但是我也没法拿去退啊 总能我背吧 好 别客气 喜欢就好 喜欢 拿给我 一会儿我帮你拿着 对 正好我一会儿给你送回去 不用了 我有一个姐妹就住附近 我俩好久没见了 她听说我手受伤了 说等会儿来接我 找她玩一会儿呢 好 多吃点肉 嗯 好 我妈 你怎么跟你姐合租了呢 我这不是正好想找一个人租吗 她也在这儿 两个人租还不合你 便宜 我多乖呀 她是跟她男朋友分了吗 我觉得没有 那你大姨要知道这事 不得中心是吧 肯定不知道啊 肯接电话了 你要是腿不舒服 我还是去趟医院吧 姥姥跟你说的吧 我没事 说你两句 你这一天都没消息呀 说不得了是吧 你那叫说两句吗 我现在工作挺好的 如果接到好的项目 还能升职加薪 我不会回老家的 那个工作做得再好 升职加薪又能怎么样 都是孩子玩的事 我看你早晚是得回来的 你这屋子 怎么了 柜子怎么变颜色了 我搬家了 之前那个房子房东收回去了 周道呢 他不干活就你一个人忙活啊 他今天加班 还没回来呢 该用他的时候用不着 让你分手吧 你又不分 你你你你去转转转转 我 我看看你的屋子 哎 妈 你这是在我屋做瑜伽呢 我不想让你爸看你 我怎么发现 我不在的时候 你总在我屋待着啊 因为 这个房间有你的味 妈妈想你了 好恶心啊 你好肉麻 好 我不肉麻了啊 今天练太多了 慢慢拉伸一下 拉伸一下就去洗澡了 好 你去洗澡 我去上厕所 肚子好 拜拜 不是我 你再让我看看你的卧室 什么呀 妈 我妈什么好意思 你跟谁说话 那个 电视里面的声音 妈 我那个卧室还没收拾好呢 我来再跟你说啊 好吧 手机没电了啊 这 这 这 那呢 还有一个不情之情啊 干嘛 就是 我们俩合作 你这个事情 事情你别跟二爷说 也别跟我妈说 不要吵 我去上厕啊 谢谢啊 这孩子怎么 动不动就挂电话 什么毛不病啊 是 按是说也该逆风翻盘了 怎么又只有我绿这样 干嘛 你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 还没洗完呢 你要实在着急 去你妈那儿上去 对了 最近别买绿叶菜啊 多买点红辣椒 马桶子蹲成这样的 还吃辣的 我整个咖啥 学长了 好像 你别忘崓银� הנers 走 来 我ан react 老婆 老婆 我今天哪 刚学了新的舞步 我回头看着 你看着点 老婆 二 三 恰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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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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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来来 我教你 教你啊 干吗 看着啊 还有挺胸 二 三 恰恰恰 踩着我了 鞋也不脱 后来这个鞋跳没感觉 我这是因为跳得不熟练 踩我一脚 踩回来 别生气 所以给你的钱 全都打水漂了是吗 什么也没学会 白天那么晚回来 老婆 我这叫活到老 学到老 这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 充实自己 你们这些人哪 都该向我好好学学 尤其是你那个大姐 给你那个大姐也抱个班怎么样 让她学点东西 她就不用整天围着老太太和她女儿转了 那就是把她给闲的 行啊 从明儿开始你俩换班好吗 我让我大姐去上你这个班 你去照顾我妈 我大姐确实挺累的 好主意 这女婿哪有女儿贴心哪 老婆 你看我这学了一个学期了 现在还没学好 我想花点钱再学一个学期 老婆 老婆你给我点钱啊 你再不续费就 就就就没有折扣了 来 起床了吗 你早饭吃了没 房间收拾好了没有啊 收拾好了给我看看 姐 你那个手机叮咚叮咚叮咚的 一大早脑子要炸的 你能不能静音呀 早上的时候 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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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静音都 我都给我吵起来了 你弄什么东西啊 叮咚咚咚的 我头都要炸了一早上 不是九点了 你也该起了 那以前你跟室友怎么相处啊 那要能相处我能搬出来吗 咱俩作息不一样 都九点你怎么还不上班啊 上上上上上 头儿呢 妈 你这鞋过也太乱了吧 我鞋又怎么扰你了 不是 我这哪个男的群里呢 你都发费了 走走走 不是 你把这鞋柜都占满了 我瓶子往哪儿放啊 我管你 你喜欢放哪儿 你放到哪儿呗 放门口也行吗 你说的 放门口也行吗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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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别给我 就算你心情不好 你不能把人我死里打呀 我好歹是家电脑吧 可我留点你啊 李锦 他也太奇怪了 他喜欢收集他那个破瓶子也算了 他还要整整齐齐地摆那柜里 那我多大的柜够他摆 你姐也爱收集瓶子 什么叫也啊 我以前认识一个人 别有这个癖和 你认识得多了 不是我跟你说啊 你今天心情不好 不是因为张晓燕啊 你跟我说这个 你不提我都忘了 他现在还没通过我的好友申请呢 你是不是还没听说 听说什么 张晓燕因为贡献突出 那边连导师还特别喜欢他 所以 要被再多留下来交流一年 廖哲 你到底有没有点准啊 说他回来也是 说他不回来也是你 哎呀 到底想什么呀 你还怪奇我来了啊 你这个大博士 还没放下对张晓燕的执念 你太工资了你 你给我小点声 不乐意 来 来 来来来 有本事你今天够了到我了 就叫廖哲 你说这个理工科的博士生 是不是应该天没亮就起来做研究 然后家里应该一尘不染 就像实验室里面的器材一样 然后也不懂得时尚 也不懂得八卦 我这个表妹怎么 怎么那么不一样啊 我从来没有听过你喋喋不休 说过这么多的话 看来你对你的表妹怨念挺深啊 那倒不至于怨念 只是 他怎么小时候一样啊 一秒钟他就能把我惹上气了 那怎么办 你重新找室友 那得花钱啊 还不说过了 你玩得怎么样啊 我挺好的 已经订好了下一个目的地了 一直浪到 我想浪了再回来吧 你怎么样 工作还顺利吗 崔宝辉对你们 还好吗 别说了 怎么了 我自己选了 我过人来走完啊 为了向我妈证明我自己 我挑了小红梅 小红梅 他们的票可难买了 你要是能把他们请过来 你身职加薪都是有可能的 我约了下午跟他们的演出经理聊一聊 赵阳 你回来了 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好好玩 拜拜 崔经理 你吓不掉 你有什么事吗 是在跟刚辞职的赵源打电话吧 你俩关系挺近的 我们是同期进来的 所以关系比较好 他没说过什么吧 他说什么 没什么 一锦啊 你选择跟进小红梅剧团的项目 让我对你刮目相看 越难的项目才越能成就一个人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谢谢崔经理鼓励 我还得为上次我妈替我辞职的事 跟您道个歉 你这个毛病啊真得改一改 已经解释过的事就别再三道歉了 况且也不是你的问题 谢谢您理解 您好 请问你找哪位 我是七彩儿童剧院的李一锦 我跟你免出部的姚经理 月娱今天下午三点钟见面 姚经理 对 她今天出差了 出差了 你看这是我跟她的预约信息 那您稍等一下 喂 有位七彩儿童剧院的李小姐说 今天约了姚经理下午三点见面 好 我知道了 好 我知道了 姚经理临时去处理巡演的问题了 忘记跟您取消见面了 实在是抱歉啊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这个我也不清楚 您可以直接跟她联系 谢谢啊 冯总 有您的快递 刚来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是七彩儿童剧院的 叫李一锦 来找姚经理谈合作 冯总 您认识她吗 不认识 我这个 昨天看着还有一千块钱呢 现在怎么只有五百都不到啊 我存银行卡里了 你妈每一位 还给你一千块钱的吗 你两妹 还帮着签家用 这点钱够了 不够 你 你把我的工资卡给我 我去取去 去去去 什么意思 难道我还惦记 你妈那退休金不成 我帮你存着钱我还错了 吃吃吃吃 我妈给的钱 就应该用在她身上啊 不用你 哎呦 走 走 走 我知道 吃吃吃 娜娜 你快好了吗 我都干了好久了 马上了 你都马上一个小时了 对对对 我当初就说应该弄两个厕所 给你 给你 我护肤品都没擦呢 我真谢谢你 妈 吃饭了 今天怎么就烧俩菜啊 我这两天胃不舒服 您吃您的别管我了 是不是这一月的菜钱没了 去 到抽腿里 把这钱袋子给我拿来 您给这钱够的 哎呀 你去 姐 妈 我今儿 路过市场 看到新鲜的带鱼 就买了点 咱们吃胡椒还是清蒸啊 今天你弄啊 你姐不舒服 别折腾她 我弄 今天怎么又不舒服了 今天这么清淡呀 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回来呀 就给妈一个人做的 那我给妈加点餐好不好 点个小龙虾什么的 你是给自己加餐呀 还是给我加呀 你什么时候看我都吃过小龙虾呀 快去拿呀 不用啊 让你去你就去 行行 您先吃饭 先吃饭 拿什么呀 这月菜钱不够了可能 我说啊 拿钱袋子给她加点 她不去 妈 现在都不用现金 全都是微信准账 我教教你 特简单 你看到吗 就是把姐这个对话框打开了以后 这下面你看 点这个 然后这有个转账 然后输入 输入金额 我就给她转过去了 转过去了 给她接了就收到了 快快快快 快 你 你怎么给我转了一千块钱呢 这我不是正在教妈怎么转账呢 微信转账 那我 我怎么给你转过去 你不用跟我催 你推她干嘛催了她去 麻烦 你都给妈买点好吃的就结了 怎么 让给你拿着你就拿着吧 那个带鱼如果不吃的话 就放冰箱吧 我去弄 不不不不 这要不吃的话 过几天也不新鲜了 我弄我弄 你真做呀 太好了 娜娜 又来电话 你们家娜娜隔三差五就跟你来个电话 真不错 喂 今天怎么实验做完了那么早啊 大早上你被我姐姐吵醒了 配合着她躲我大姨也东躲西藏的 为什么要躲大姨 我也不懂啊 她说不想让大姨知道我们俩合租 对 你不能告诉我 您可别说漏了 她说连你都不能告诉我 不 我干嘛 她说躲那个楼管阿姨 对 你为什么要躲楼管阿姨啊 我 对对对 你怎么不早说呢 吓死我了 我刚查了说漏嘴 她就找毛病呢 妈 妈 你在姥姥家呢 大姨在你旁边呢 妈 我不跟你说了 我姐来了 妈 你妈跟我妈说了 没有 她遮掩过去了 你不是跟我往上好跟你说 你不说的吗 对不起啊 我主要是 你跟我说之前 我已经告诉我妈了 我也不能骗她吧 你 你为什么偷听我打电话呢 我没有啊 我 我是上来要告诉你 你以后洗完澡了之后 把那个地拖一下 挺滑的 那么摔了都 真是 那你小心点啊 你洗完澡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窗户打开 吹吹风吹吹气 它就好了 这也得我教你 我怎么不摔啊 不是咱俩住一块 还是要各自注意一下 为对方考虑多一点 好吧 我知道了 把门给我关上 自己关上